好,我现在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个自动团购这样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这边有一个产品 例如说2017年8月15号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产品的编号 什么货品的名称 尺寸、颜色、单价 全部都显示在这边 那接下来呢 有几个人购买 例如说后面有名字的就代表购买 没有名字代表就没有人购买 因为你不能要求每一项产品都有人购买 好,那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你看像例如说 这一个产品 这一个产品哦 好,这个产品呢 它就有1N N1、小美 三个人来购买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这个 小银 小银她买了这项产品 270元 她是不是又买了这项产品 270元 看看小银还有没有买什么别的东西 反正你不可能用肉眼来去看嘛 对不对 你会希望说我先把每一个人购买什么产品先分门别类先算出来 所以怎么做 好,我都已经做好了啦 就是你看一下哦 在这个地方开发人员聚集 我就直接点选执行 执行这个直播 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data里面是空的嘛 我就是要把这些资料整理进去 怎么整理呢 我就直接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接下来我就点选这个执行聚集 执行 他就帮我把相关的资料就放来这个地方 放来这个data这里面 这边我们可能要稍微等他跑完 你想本来我真的不骗你哦 就是当他每次做完这个团购的时候啊 是不是下一件事情就要开始收钱 当然先收钱 收到钱他才能够出货 对不对 可是请问我今天我消费 假设我今天我买的东西 总共580元 你总应该要寄一个明细给我 哦我对我买了这几项东西580元 然后汇款汇到什么指定的账户 这应该都没有问题嘛 可是如果说以前我们真的用肉眼来去 把刚刚那个资料啊 你看他刚光电脑在跑 都跑了差不多一分钟 你知道他之前真的我不骗你 他至少要花三天 而且请了两个小姐在做这件事 我就跟他讲说 你知道那个你浪费了太多的人事成本 你看我现在一分钟就把它处理完了 那他是不是只要花 也许请我写程式假设两万块 就已经一劳永逸以后所有他的事情 他只一分钟就处理完了 听这种我刚刚说的那个意思 好你看一下我们的data 这边是不是全部都整理到这里了 整理到这里之后呢 各位应该都有看到这只是某一天 这是某一天的就是他的团购的一个情形 那我接下来呢我就再去执行另外一支程式 这个小记执行 就是我可以算出来每一个人的消费 你看算完了 例如说这一个人 这一个人 AN他的消费总金额是820 11消费270 1N消费2980 然后接下来做到这边之后呢 他会希望有了这一个人的消费清单之后 下一件事情要做什么 他就想要去做这个total 就是把它做到total里面 total是什么呢 因为total他就要知道说 这个人他是参加几月几号的直播 然后团购什么东西 然后总金额是多少 他就准备要去就是直接寄那个明信给他 他以前大概一个礼拜 就是等等等 就是说很多人都已经团购好了 可是他在一个礼拜之内 他就把这样子一个资料寄出去 寄给对方 他会觉得说这样子的话 有人可能在这一个礼拜之内想一想就不要了 会不会有这种情形 会 所以他会希望越快寄给 把那个账单寄给对方 对方越快 因为他想要这个东西 你要是拖太久不给他 他就不想买了 所以他就希望节省那个时间 对不起 我现在要回到这个地方 我就直接聚集 再把total 直接按一个执行 也就是说现在我就把每一个人消费总金额告诉他 他是不是就可以寄给对方了 真的 以前他做到这件事情 几乎一直出错 几乎他晚上都不用睡觉了 为什么呢 晚上他就是要赶快去对 这个人有没有算错 那个人有没有算错 算错了 请问你一下 如果说 如果啦 今天这个 如果这个东西 好 我将这个东西 32块 我卖给你33块 你会不会在心里有很多OS 我下次再也不跟你买了 会吧 好 如果 如果我跟你讲说 30块 那你会觉得赚到了 但是我跟你讲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你心里面一定会想一件事情 这个 这个店家 因为不认识嘛 我就是不认识 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你看这光是一个账目 又不是多少钱 都处理了这么久 而且 处理的不是很好 而且还有错误 请问你还想要跟他再继续往来吗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这些意思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你不要两夫妻就为了赚这一点点钱 他们是卖童装 然后把自己生活品质 整个都弄垮掉 那是不是应该写这些程式出来 让他真的 他现在半个小时内就可以出单 以前是一个礼拜出一次单 而且每次出单 每次都会接到很多的客数 客数什么呢 钱都算不对 几乎都是这种客数 可以了解 现在不会这样 这种情形了 好 而且 而且 钱算不对 这种事情 真的 发生一次 发生第二次 对不起 我绝对不会再想要跟他再往来 因为 每一次都变成 我好像为了 要为了这个十块钱 打一通电话 你觉得 好像我们也没必要 这么 跟这么信用不是很好的商家去往来 而且这个都是虚拟的 虚拟的 好 所以 我想 跟你们大概稍微分享到这边 所以怎么做到 你看最后是不是 Total 算出来说 AN它的总消费 8211总消费 271N 总消费 2980 他就是把这里面 这里面 这不是AN 它的一个消费的 清单的 最后一笔 最后一笔 找出来 再来 E1的最后一笔 就是它 EN的最后一笔 是不是就是这一笔 然后 把它贴到这个地方 那请问你 会不会写最后一笔 某一个人的最后一笔 应该会吧 好 所以 我只是要告诉你这件事情 那他最后他是说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可以哦 他最后他居然问了我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 很基本的问题 他说 我这边Total是不是算出来了 他就说 最好可以哦 就把这个人名 这个人名 就是AN是他的名字 参加哪一天的直播 购买什么东西 好 然后呢 把它选到 然后复制 贴到这个地方 第一个要先放人民嘛 名字在哪里 他要放在这一个地方 就是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能不能想办法写一个自动化程式 把这一些内容啊 复制 然后贴到这个地方 我说那 这应该不用写自动化程式 这个本来就很快就可以做完的事情 他的意思是说 可不可以把这一个复制起来 然后贴到这一个 我就问他说 这些都已经做好 都是唯一性了 这都是不会重复出现 你是不是全选 整个的选择起来 选到这些 选到这些 然后接下来呢 Total 贴上 对不对 他还甚至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 请问我今天 当天的直播 我总共 总共 那个营业额是多少 我就说 那你就把这个总金额 把这每一个寻取起来 总共四万二 可以吗 他真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最后 最后 我说你做完到这个阶段 你就可以开始数钱了 知道吗 应该是理论上是这个样子 不要再花很多时间去做 选择 然后复制 然后选择 然后贴上 什么之类的 我需要再做这种事 请用给你们参考一下 好 怎么做 所以我就先把这个范例做完 那这个范例 所有写的程式 我全部都给你们了 哇 你有没有看到我写 谢谢我 谢谢大家